就那一段嘛 在老的荒野 却逃不过千言 明日之前心流离更远 浮云插拉间 张言人心见你见 几苦念念不断地出现 掌声鼓励一下太棒了 涂满金粉的少林十八同仁 排排站和天王刘德华 一起为他的贺岁片少林寺 在西门町宣传造势 刘天王魅力十足 热情粉丝早就把活动现场挤得 水泄不通 今天刘德华和少林寺寺导演 陈慕胜一起来台为新戏宣传 两人都说重拍二十多年前 经典片压力很大 不过对于票房 他则抱持平常心 然后这一次能够拍到这个新少林 其实蛮开心的 但是又怕人家拿去比较 所以在拍的过程真的 每一场戏都希望可以把它弄到 比较精准一点点 然后谢谢导演这一次 其实他真的 真的把少林拍的那种精神 还有武功都拍得非常好 我觉得已经注定 所以我觉得票房我或者是大家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都已经定下来 所以还是比较平常正常 为了拍少林功夫戏 刘德华苦练一个月 现场并和武术教练一起打出七星拳 刘天王队招数如数家珍 这一套就是七星拳 这就是七星拳 这一套就是七星拳 找他拍了 找他拍了 差不多了 他哭了 这个就是握枕撑船 完了 嘿呀 你都知道 好 掌声谢谢林教练 我就电很多 然后我那么胖 他那么瘦 对呀 我看你本人好像跟电影里面不太一样 对呀 这个人轻瘦很多 对 但是该保护的还是要保护一下 对呀 所以希望这个以后 如果大家有机会碰到谢霆锋的话 你就跟他说好好的保护自己 对 劝劝他不要这么拼 在戏剧中从大坏人演到变好人 风趣的刘德华还有段妙裕 来形容自己的角色 狼 用狼的心情来揣摩这个角色 是色狼的还是正常的野狼 色狼 很好 嘿嘿嘿 没有乱讲而已 所以用狼的感觉去攻城掠地 但是最后发现这是错的 对呀 所以从动物慢慢变成一个人 变成真正的有人性的人 变成真正的有人性的人 台湾情报记者洪秀林 许全章采访报导 先要谢谢所有的朋友 然后前面的媒体也要低一点点 要后面拍不到 好贴心 对对对对 他们前面真的要挡到那个CAMERON 可以吗现在 也不行啊 也不行我就没办法 他们都蹲下了 对不然就是前面那几台上红舞台 对对你们上来一点好了 对在地面的那几台不好意思 没关系花一点时间 对对对对 你以前是做纠察队的吧 是的 这就是刘德华 跟陈沐盛的心血结晶 他们这个全家福 我们两个都 陈沐盛取代范冰冰的角色 来请看前方谢谢 可以留念一下 好谢谢 来我们再看一次 从左边开始看起 最后一轮 你们两个在干嘛 来瓦齋我们麻烦从左下角导演 谢谢 我们一起看慢慢的往右边移动 在学这一次七星的基本上 就是所有少林圈 除了表演那些以外 在我们练的那个少林圈 他都是保护自己 从来没有 就是不是主要是为了伤人 除了是健身之外 还要懂得保护自己 怎么样导演找对人了吧 尤其是华哥 第二期二十年前我们拍 对 对 台湾叫尖若有情 所以 对耶你们 你的第一部电影 是他当男主角 对 中间你都不鸟他 你都去爱别人 没有 有另外一部叫挖英雄 对嘛 对嘛 可是好久都没有找他 好久没有 为什么 所以一听到华哥 来我就 高兴 不是他不找我 是我不拍他 对 哎呀不要太贵嘛 你的价钱 我不贵 真的吗 听说你是谢霆锋的两倍啊 不是 谢霆锋是我的三倍 哦 真的啊 这么谦虚啊 打得怎么样 你觉得他的pose啊 打得很好啊 你看见 其实他真的你说得很对啊 他有一家就是踩你的脚的 前面踩脚后面偷头 对啊 是真的啊 这马虎自己的用法 你不要乱比 今天真的有少林寺的来啊 我不怕 来 林教练请出马 林教练 来 这是真的第 上台上台 第34代的哦 你问他 你问他七星拳 是不是这样开始 你待会问一下就知道 我来看看他怎么评价你刚刚的动作 好不好 还有三位小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说 就是从一开始 以前我演很多坏人 是 比如说门徒 对 门徒 我做的时候 我演那个的时候 我都知道我是错的 嗯 所以我不想人家知道 是 但是我演这个坏蛋的时候 是 我是觉得我不坏的 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是对的 完全是对的 所以我演的时候 是根本不会隐藏我自己的坏 了解 该坏就坏出来 你就是个坏军阀 对啊